是今晚3月29日的泥地夜菜 有2匹马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第1匹第4场四班田泥1200米的11号马 晋王胜这匹马现时是1匹 差不多有7倍的半冷马 为什么这匹马值得你留意 首先如果你去第4场的实力马那里看 你会见到晋王胜是一匹放投的实力马 田泥1200米放投的实力马是占有优势的 怎样知道你去到数据库那里 在路程跑法里选田泥选1200米 你会见到放投的马 无论在Win的次数入Q的次数 是吧 或者命中率都是最高的 那就是说在田泥1200米 首先你要后的就是同情放投的实力马 好了 那去回这场了 在这场的赛事 虽然这场是有三匹的同情放投实力马 包括加州海的颜色王子 晋王胜 但是这匹的晋王胜仍然值得你留意 主要原因就是它具备非常强的前速 0.56正的 你看它的头段已经知道了 44.89加了海的颜色王子 都是45个多的 那就是说这匹的晋王胜具备非常强的前速 这是第一 第二 它的时间指数也都是剩的 0.26 那你看时间就可以见到了 1分08.79 在这炸马里面是第二块的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它这场赛事 是非常高难度的赛事 那怎样知道 那这场就是今季的352 是吧 那你可以这样做的 你去你的数据库那里 去资料库 选择今季 长次那里 就选择打352 你就会见到这场的赛事了 那你会见到这场的赛事 是一场快步速的赛事 这个快步速就是这匹的 其实奖金大王也是同情手里马 放途的手里马 他和那个晋黄星一起拍择回来的 那结果 奖金大王是断了的 而这匹晋黄星是不断的跑第四 记住不断不代表他赛 但是他走的位置是这一场 他是全程走三跌望空 那是一场快步速的赛事 这场这匹马由于排外档 全程顶在三跌望空 他都不断 那这件事就是非常之不简单了 那你如果再看下 跟着前面那匹一千实力马 胡椒军槽也都是断了 对不对 那你再看下 那在他前面回来的几匹马 那我们首先看 眉影杨飞和小白王 原来这两匹都是短途的高手来的 即是说这匹晋黄星 在一场快步速的赛事 全程走三跌望空放途 都可以捱个第四 他所负的对手 还是非常强的对手 那你可以这样就选 第一 这个就是未影杨飞和小霸王 是不是 选出来了 跟着长次就选所有了 那就这两匹马了 那我们首先看 这个小霸王 那小霸王那场黎地跑第三 跟着再出两场都赢了 所以不是黎地 他赢的两场都是千二米 是谷草 而且是轻盛 这个就是小霸王跑第三 那如果跑第一 那匹马叫什么名呢 就叫做 美影聂飞 是这一仗的 跑第一 跟着再出两仗都是赢同城 包括一场四班大胜六的身位 跟着再赢三番赛 那换言之 这场的浸旺星 他所做的高难度动作 不单止难度高 而且是一场高水准的赛事 好了 说回金仗了 金仗由于他的速度前速是非常之快的 所以这匹马是有最大的机会可以贴拦走 加上他的速度是飞快 而且他做过时间 但也在这场赛事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这匹马在这场赛事 放头跑是战友 其实战友优势的 即使有同城的放头马 一匹就是加州海哥 一匹就是颜色王子 如果这场赛事 晋王升快放的话 这几匹在前面放头的马 熬不熬到 我们不知了 好了 我们再看看这匹晋王升是一匹什么马 去所有马赛事选他出来 就看到了 上季他在三班同城 看不见到 在65分 跑第二 输过短头位 上季是65分 他输给那匹对手 就击上 而且被他击败那匹对手 就叫做 张登杰彩 即是E272 这一仗 266 你可以这样做的 在这里 选择所有的马 在这里打E272 E272 就是张登杰彩 那场赛事就是上季的266 看不见到 他是击败了张登杰彩 而张登杰彩 树像再出 又是赢三班同城 那就是说什么呢 那就是说这匹晋王升上季 在三班65分 跑第二 又是不简单 又是输给一匹三班的强手 是不是 即是他击败那匹第三名 又是强手来的 好了 由于他六岁 所以接着就一路减分 那我们看了 选到今季初的 57分 就可以 跑四班了 而且是今季第一次跑四班同城 又是派外档 又是可以入Q的 当时的评分是57 1 1 3 3 跑第二 你看他输给对手 是叫做火转 火转就是G022 这个75 你可以在这里打G022 即是这一仗了 今季的75 看不见了火转 他在四班输给火转 结果火转再出又是赢 四班同情 跟着树上升三班 赢了三班的同情 那换言之 这场的赛事 今季 初入四班 背着一身三磅 排外档已经不利了 又是放头 输给那批对手 其实又是一批同情的强手 是不是 接着再减分了 减到前仗的52分 就是我们说的这一仗了 虽然他跑第四 但是形势是非常不利的情况之下 他都可以跑第四 而且所负的又是非常强劲的对手 这就是52分了 这次再加仗再跑同情 他这次的评分就已经去到49分了 记住他在65分 输给同情的强手 接着57分 今季输给又是同情的强手 前仗非常不利的情况之下 所负的又是强手 是这一仗的赛事 就见不到同情是非常强劲的对手了 所以在这一场赛事 而且加上他这一场 是没有前仗那批快放马 即是 同情的短途快放马在这里 所以这次其实就算有棒球马 但他仍然有机会贴栏 但当他贴栏的时候 而且他这次不是外档了 是五档 前面如果还可以轻松跑的话 其实这群马在这场赛事 是有机会在现在的评分里面 由头放到落尾而回来的 OK 所以这一匹半冷马 这一匹进黄胜是这场赛事 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而今晚第二匹值得你留意的马 是第六场 山崩田尼1650米的6号马 怪兽奇兵 这一匹马又是文家梁的马 而这一匹马 也是一匹半冷马 有7点多倍的 为什么这匹半冷马 值得你留意呢 如果你去大陆场实力马那里看 看放头马 你会见到这场的放头马不多 就有一匹了 是伤天自尊 这一匹三班赛 他就前仗在四班同情野马 是放头的 但是这匹马放头的速度 不会很快 所以你见到他的头段是负0.7 那就是说在这场放头马 不多的情况下 加上这匹放头马 本身在同情的速度也是不快 所以这场的赛事有很大的机会 是一场中等甚至偏慢的捕捉 那就是说在黎底一里 你就要看这个胃的马 就是要斗没断了 那当然啦 由于是田黎 短直路 所以排内档的马 是最好处 其次就是中档 那当然啦 由于是短直路 如果排内档 又可以咬在前面走 没断又可以加速的马匹 就更加有利啦 而怪兽奇兵 正正是这类马 大前仗同情入桥 咬着前面走 没断加速 是不是这次是排四档 而且它不是在慢步速咬在前面走的 它是在一场快步速咬在前面走 没断都仍然可以加速的 换言之今次排四档 它是可以有很大的机会 是排在前面 即是咬着这些前面的位 然后由于它没断又懂得加速 所以转入直路之后 它会占有跑法上的优势 这是第一 第二 看回这一仗 129 这场赛事又是一场高水准的赛事 怎样知道 你可以去数据资料库里 选择今季 在长次那里 选择等于129 你会看到怪兽奇兵是这一仗 跑第二 输给那一匹 就是叫做 贤性补俱 被他击败那一匹 叫做 行运传奇 我们看下这两匹马之后的成绩如何 就是说你将这两匹选出来 幸运传奇前胜补区选完出来之后 将那个长折打开它 就见到这两匹马了 我们逐匹看了 首先看这匹被他击败的幸运传奇 就是这一仗了 幸运传奇树仗再出 立即赢同情三班 而且弹掉五个身位 接着加分加榜跑同情再进去 其次之后前仗再赢 就是说被他击败那批幸运传奇 其实是一匹同情的强手来的 至于他赴那批对手是哪一批呢 就是禅胜普俱了 禅胜普俱 输了不是跑同情 接着再跑同情的话 在三班里进去 接着跑一班都赢了 就是说这场赛事 这匹怪兽奇兵咬在前面走 快捕出里面没断 懂得加速做一个非常高的时间指数 而且给他击败的对手 和他紧负的对手都是同情的好手来的 OK 今次这场赛事由于报处不是太快 其实他是可以更加有利地跟在前面走 而没断他就懂得加速 再加上这匹马 也是一匹半冷的马匹 所以这场赛事 这匹怪兽奇兵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如果你还没有职业排位计算表的话 你不可以再等了 因为你已经连续错过了非常多的 用几百元内注 而可以缩个万的机会 在未来的赛日 你绝对不可以再错过 OK 所以我建议你现在立即按入这条片的下面 如要订阅请去以下 立即按入去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这个表了 记住拥有这个表 你每个赛日的成本 比买马保更便宜 但是你买马保 未必可以帮你找到食 但是当你有职业排位计算表 在手的话 情形就会完全不同 因为是未来的赛日 用几百元内注 而可以收数千 甚至过万的 那位人士 就是你了 千万别不信